南漫殿之珍 秋生成成倦 生命殿是慈悲放眼如秋 接下来请收看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独窗的原油 有一个叫横陵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池塘 池塘边种植着大片的芦草 许多麻雀飞到这里来安家 哇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呀 你看 这里有这么茂盛的芦草 这些麻雀一定都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嗯 是啊 这里真是麻雀的天堂啊 是啊 麻雀们住在这里一定非常幸福 然而 这里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是麻雀的天堂 因为有一位姓王的村民 经常在芦草间布置下大鸟网 捕捉这些麻雀 你看 青王的又去捕麻雀了 是啊 每次他都会捕捉到好多麻雀 然后将他们活活杀死卖掉 实在是太残忍了 是啊 他这么肆意杀生 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遭到报应那是他活该 过去我好心劝他不要这样做 会遭到果报的 谁知道他竟然将我骂了一顿 真是气死我了 他是村里出了名的恶人 最好快点遭到果报 这样才大快人心的 你们看什么看 不认识老子吗 再看老子 老子就把你们俩的眼珠子挖出来喂狗 真是不可理喻的 王姓村民来到芦草间 便将鸟网布置了起来 然后拿着竹竿敲打芦草 让躲在芦草里的马雀兽精 纷纷飞入网中 嘿嘿嘿 今天可要多抓一些 否则下周可就没钱喝酒了 你们都给我飞到网里 快往网里飞 嘿嘿嘿 再多点 再往多点 嘿嘿嘿 你怎么能不往捕捉这些麻雀呢 是啊 你看这些麻雀被网中后 痛苦挣扎的表情 多可怜啊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你们是谁呀 还敢管老子 吃饱了撑着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这么说已经是对你很客气了 快走 要不我一杆子将你们打到池塘里 哼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 我就不讲理了 怎么样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两位 别跟他一般见识 快走吧 快走吧 他这人怎么这个样啊 完全不讲道理 对啊 真是气死我了 你们不是本地人 不知道他 这个姓王的性情凶暴 常年以王鸟为业 是我们村出名的恶人 我们村里的人 都非常厌恶他 你们二位 还是别招惹他吧 哈哈 今天的收获可不少啊 王姓村民 将麻雀装入袋子里 带回家后 便会用大石头 将袋子里的麻雀 全部压死 然后再带到市场出售 嘿嘿 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少啊 一定可以卖不少钱 叫什么叫 你吵死了 我让你们叫 我让你们叫 哎 姓王的又在家里造孽啊 是啊 听听这些可怜的麻雀的声音 我都忍不住要流眼泪了 你说他的心怎么会这么狠啊 他这么凶残 终究是要遭到果报的 叫啊 怎么不叫了 哼 看来不弄死你们 你们就不知道闭嘴 好了 一会儿把这些麻雀 只能到市场上卖掉 又能赚到不少钱的 哈哈哈哈 真正的野味 刚捕捉的麻雀 便宜卖啊 啊 这么多麻雀啊 都是我捕捉的 怎么样 买点回去炸着吃 味道可香着呢 这可是真正的野味 你是怎么抓到这么多的麻雀呢 啊 用捕鸟网啊 可是这些麻雀怎么都死掉了呢 当然得先把他们杀死啊 要不我怎么拿到这里卖啊 他们会飞走的 所以我抓住他们后 会用石头将他们先压死 你放心 这些麻雀都是刚刚死的 啊 你是用石头将他们活活压死的 这真是太残忍了 你怎么能这样做 老头 你买不买啊 不买就赶快走 别耽误我卖鸟 真是残忍啊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要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 而你又用那么残忍的方式 杀害了这么多生命 早晚要有报应的 我劝你还是趁早收手吧 你给我滚 老家伙 小心我用石头砸你 哼 什么果报 我才不相信什么果报 终于有一天 果报降临到了这位王姓村民身上 他在捕鸟的时候 突然感觉后背剧疼 于是急忙去医院检查 这怎么回事呢 我的后背怎么会这么痛啊 痛死老死了 啊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医生 医生 我的后背究竟怎么了 很严重嘛 哎 你后背上生了好多疮 这种疮的有个俗称 叫做白鸟巢王 啊 白鸟巢王 是的 据我所知 这种疮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啊 哼 什么白鸟巢王 不就是生个疮吗 老子还就不信了 这个疮能要了我的命 我看你这个医生 是在吓唬我 想多骗我些药费吧 王姓村民染上毒窗后 仍然继续捕鸟 结果他后背上的窗 越长越多 几天后他便痛得无法行走 只能躺在家中昼夜身影 该死 几天怎么就网出这么几只 哎呀 痛死我了 哎呀 好痛啊 哎呀呀 痛死我了 我受不了了 好痛啊 哎呀 已经好几天 没看到姓王的出来捕鸟了 他的叫声却一天比一天痛苦 是啊 看样子这次他病得很重 哼 真是报应啊 你们不知道啊 我听说他得的叫一种百鸟巢王的绝症 百鸟巢王 听听这病的名字就知道 他这是杀鸟太多得到的果报 是啊 真是恶人有恶报 是哪个混蛋在外面议论我啊 等我病好了 我出去撕烂你们的嘴 哎呀呀 好痛啊 哎 真是个恶人 都病成这样了 还恶语伤人 然而 这位王姓村民 再也没有机会出门了 他身上的毒窗 开始一点一点溃烂 他的舌头也张慢了毒窗 连话都无法说 最终痛苦而死 杀生行恶 原本就是极大的罪业 却还对别人的善意相劝 而恶语伤人 最终得到的 自然是自己种下的恶果了 沙蛇吃蛇 报应惨烈 广东人爱吃蛇 因此烹调蛇的方法也特别多 很多餐厅都有贩售蛇肉 并借此来招揽更多的生意 阿龙经营的餐厅 主要卖的就是蛇肉 它会收购大量的蛇存放在店里 一部分先饲养着 一部分杀掉冷冻起来 只要客人来点蛇肉 便会拿出来烹调 阿龙经营的蛇肉店生意很好 有时候厨房的师傅忙不过来时 他也会亲自操刀宰杀 每年死在他手里的蛇不计其数 老板我们点的蛇肉羹怎么还没来啊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我去催一下厨房 大家动作快一点 外面的客人等很久了 老板你也看到了 我们厨房人手不够啊 实在是忙不过来啊 嗯 阿龙你去帮忙切菜 我来杀蛇吧 好的老板 你可要小心一点啊 放心吧 我杀的蛇比你吃的肉都多 没事的 是啊 我们老板可是杀蛇高手呢 你杀一条蛇的时间 他可以杀五条呢 说来也奇怪 阿龙店里负责杀蛇的员工 经常做不了几个月便会被蛇咬到 然后就辞职不做了 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阿龙不得不经常亲自杀蛇 啊 老板 老板 阿龙被蛇咬了 什么 快 快送到医院去 唉 这下糟了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生 我想 阿龙应该不会做了 是啊 真是怪了 每次负责杀蛇的人 纵没几个月都会被蛇咬到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不管了 我还是另外找人吧 第二天 阿龙便在店门口 张贴了证人启事 一位年约六十的老先生 看到后便走进了阿龙的蛇肉店 咦 阿龙的蛇肉店怎么又在争人啊 看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了 你没听说嘛 昨天他店里负责杀蛇的那个人被蛇咬了 大家都在说 阿龙店里杀蛇的员工 通常做不到几个月就会被蛇咬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大叔 大叔 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呢 不 我不是来吃饭的 那您是 老板 你店里要请杀蛇的人是吧 是啊 大叔 怎么了 大叔您是来应征的 大叔 不是的 啊 那大叔您来这里有什么事呢 大叔 害我三天两头就要找新的人 不是这样的 他们之所以会被蛇咬 那是因为杀蛇太多而遭到了报应 大叔您说的太离谱了吧 报应我不相信这种事的 况且我杀的蛇比他们更多 怎么就没被蛇咬到没遭到报应呢 杀蛇的报应是非常严重的 趁报应还没降临到你身上 你要赶快收手 否则当报应来临时 你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大叔杀蛇的人那么多 难道个个都会遭报应 是啊 不止杀蛇的人 连吃蛇的人也会遭报应的 怎么可能 怎么你不信 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老先